作词 李宗盛 请揭开经本 课回第47页 缺证极果第22 这品经文 将《极乐世界》 和我们做的介绍 到这一品就告一个段落 下面 佛要和我们讲 十方诸佛 对极乐世界的赞叹 也就是向阿弥陀佛致敬 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得 十方一切诸佛向弥陀致敬 那些动作 实际上都是表演给我们看 希望我们听到 看到 对阿弥陀佛 对极乐世界 生起 仰慕的心 决定在这一生中 求皇上 也不要再空过这一生 容易在这里 我们要知道 生到西方记录世界的人 在记录世界生活 学习 和到他方世界去参学 那些状况 世传都会在这部经典里面 为我们介绍 现在请看经文 《福尺》 福尺艳难 毗佛国土 无有昏暗 火光 日月 声耀 昼夜之象 亦无岁月 劫数之名 福无住着 价实 于一切处 既无标识名号 亦无取写分别 为受清静 最常快乐 这段经文 有三小段 科会里面 都将它标示出来 首先 我们在这里看到 记录世界 和我们这个世界 不一样 我们这个世界 有日头 有夜晚 西方记录世界 是一片光明 它没有夜晚 那个世界 没有黑暗 就算 你住在屋里面 屋里面 绝对 没有灯光 你在外面 也看不到 有日月 日月 星神 都看不到 到底它有没有日月呢 古大德 古大德和我们说 日月应该是存在的 应该是有的 有那为什么看不到呢 极乐世界的人 不单止 阿弥陀佛放肝 每个人都放肝 每一种物质都放肝 那些光明 将日月的光明 隐蔽了 所以 虽有日月 看不到 就正如 我们日头 看不到星星 其实 日头空中的星星 和夜晚 一样多 为什么 日头看不到 太阳光太强 星星的光 见不到 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经里头的意识 你就能明白 佛菩萨 我们本身放肝 所有一切万物都放肝 所以日月的光明 显示不出来了 经常常说 放肝超过日月的光明 真的 那一点都不假 西方记录世界 因为没有昼夜 我们这边的时间 是从昼夜变化而产生的 实际上没有时间 西方记录世界 西方记录世界没有昼夜 所以这个世界没有时间 亦没有年月日时 这些在记录世界都没有 记录世界无量寿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往生到西方世界 都是化生去的 那四种生态 就是宇宙之间 有胎卵湿化 最高级的是化生 化生无苦 胎卵湿生都有苦 有苦就有格阴之迷 西方世界无格阴之迷 他无苦 他无苦 化生的 他居住的环境 就是福报太大了 那种福报 讲老实话 不是自己收的 是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 威神的加持 但是我们 如果细心去参究 去观察 迷陀佛 威神加持 也可以说是 我们自己的福报 为什么 你自己能求生静土 你先享这么大福报 你如果不想往生 那么福报 虽然那个迷陀佛 想加持给你 也加不上 所以我们对极乐世界 能信能愿 能求生静土 这就是你自己的大智慧 大福报 无真实智慧 真正大福报 极乐世界去不了 为什么去不了呢 一般人常说你有业障 业障就是你不愿意去 这个就是最大的业障 你对极乐世界 知道得不多 了解得不够透切 所以经不单止要读 要听 经里面的意思 好心好讲 很多初学的同学 没有办法心解意趣 你多听 慢慢就明白了 你信愿 你信愿就真实 现在一般人说信愿 正是古大德所谓的露水道心 露水应该你们看过 早早草地上有露水 太阳出来一阵就没了 叫露水道心 说的就是你那个道心不坚固 很容易丧失 变化太大了 到什么时候你自己觉得 你确确实实有真信有切愿 那你一定对这部经典 对这个法门 有相当深厚的理解 你自己会体会得到 现在信愿是真的 从前信愿是靠不住的 现在信愿真的 不会再改变了 真正能将 世愿 佛元 世出世间 一切法 痛痛都能放下 一心一意 只求靠不住的 只求靠土 还有些同学 说起来 业障还是很重 什么业障呢 求多闻 世法 他放下 他求佛法 希望在经教里面 懂得多些 古大德说 希望做通家 通家就是八万四千法门 各样都通 希望做通家 不希望八万四千法门 只懂一个法门 其他法门都不懂 这个观念 各位想想 对不对呢 你们如果问我 我的答复是 亦对亦不对 为什么说亦对呢 你那个愿不可以没有 为什么说不对呢 你绝对做不到 不单止你通不到 你一门都做不到 那你错了 通家从哪里来的 通家从一门深入来的 你要明白 佛在经上说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你要懂得 佛这句话的意思 法门真的是平等 就算念这句名号 名号只有四个字 阿弥陀佛 它是一切法门里头 最简单的 就念这句阿弥陀佛 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到什么时候 你念那个阿弥陀佛 念到一心不乱 你就通了 只要你正得一心 正得是一心 教义通了 这就不是这部经 和这部经有关联的 你全部都通了 你再继续念 念到你一心不乱 那世出世间 所有一切法都通了 为什么 你一心不乱是建成 世出世间法 全是自圣的得用 你既然见到心性 心性所现之法 哪有不通的道理 世出世间法 世出世间法 不用学传通了 由此可知 你真的希望 做大通家 诸佛如来是大通家 法身菩萨是大通家 你问下他们 是怎么收的 都是从一门 深入修成功的 或者你听到 华言经上 向善才童子 五十三忏 讲学多闻 那又怎么说呢 你如果问那些句话 我同你讲 你学教操心大义 答在民众 善才童子 在民主菩萨会下 一门深入 他念佛念到你一心不乱 你一心不乱 就是大切大悟 明心见性 明心见性以后 这样什么都通了 那个通 他用参学做试验 为我们做榜样 他用不乱去研究 你们在五十三忏里面 看到善才童子 跟哪一个善知识 学过 只是去访问 无跟他学 为什么不用学 他已经通了 所以一问一答 这是做证明 所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 就好似慧能大师说的 掌自慧 不生烦恼 你看他见五祖 他说弟子心中 常生自慧 善才就是 常生自慧 不生烦恼 见识民性 六根接触六尘境界 全是自慧的 体相得用 这就是五十三忏了 所以五十三忏 说老实话 就是我们从早到晚 接触社会 方方面面 接触社会 男女老少 这就是五十三忏了 五十三忏 善知识 代表社会各行 各业 男女老少 所以每个人 在那里参考 每日五十三忏 增长自慧 不会的 你日日和善才一样 你是日日生烦恼 众国言语常说 知识多时烦恼多 悉人多处是非多 善才同志 他无烦恼 他无是非 人家掌智慧 性得行 这件事情 仍然是在会和不会 所以我们学佛要会 这个会的下面 再加几个字 你意思就更清楚了 会什么呢 会转境界 他会转境界 不会的 不会是被境界转 被境界转的人可怜 你就生烦恼 你就生是非了 会转境界的人 成得行 生自慧 所以他们居住的环境 随心所欲 以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随缘 心里面念什么住所 就燃什么住所 一切发为心所燃 为色所变 西方世界 同居土 方便土 还未转式成智 只是得 彌陀威神加持 所以 他们居住的环境 生活环境 有变化 就好像佛在经上 和我们介绍的 我们前面读过 你住的屋 想大 它就大 想小 它就小 想在地面 就在地面 想在空中 它就在空中 那个想 就是识识变 如果在十部 装盐土 就没有这种现象 为什么 实部装盐土的人 绝对不会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 尚且没有 边离的分别执着 这一点我们能想象得到 他们居住的房屋 没有门牌号码 他们居住的都会 也没有街道的名字 对我们来说 不多方便 他到底住在哪里 但是你尽管 放心 到西方 记录世界 就算凡性同居土 下下品 往生 甚至边地往生 只要生到极乐世界 都得 迷陀本愿 威神加持 虽然你烦恼未断 你的智慧 你的神通 你的道力 都现前 你认 一切人 绝对不会认错 虽然西方 记录世界的人 面貌完全相同 我们这个世界 如果双胞胎 有时 那两个小孩 谁是大哥 谁是老 也认不出来 西方记录世界 人面貌完全一样 你绝对不会认错 为什么 你有神通 你不单止认识那个人 你认识那个人 过去生中 在哪个世界 他从哪里来的 你都知道 以前那个人 生生世世 你都知道 有宿命痛 有他心痛 所以绝对不会认错 阿弥陀佛 跟我们自己的身上 完全一样 那个世界 叫平等世界 我们现在 画极乐世界图 总是将阿弥陀佛 画大一点 画在中间 我们一般人 画小一点 画在旁边 其实到极乐世界 不是这样 是完全一样的 叫平等世界 都是不思议境界 这种是果 它为什么会有 这么殊性的果报 下面一句 将因说出来了 亦无取舍分别 这就是因 我们这个世间 为什么有这么多差别 就是你有取 你有舍 你有妄想 你有分别 你有执着 分别执着 一切众生 都不相同 所以这个世间 没有一个人 跟另外一个人 完全一样 完全平等的 找不到 离开 网上分别执着 就平等 西方世界 网上分别 还有无 下面二土 方便土和居土 你烦恨 你烦恼 集气 微断 确实 还有 还有 为什么 现出平等的境界 就是到那个世界 虽然你有贪亲千万 这些念头 外面 无贪亲千万的缘 你不起作用 比如说 你贪财 西方记录世界的财宝 无量无变 你那个念头 虽有 它不再起作用 我们这个世间人 将黄金 看得很重 它是宝 西方世界 黄金是铺马路的 你们愿不愿意去马路上 那些水泥 拿几产 放在家里藏起来 没有这样的事 太多了 这个世界上人 贪图珠宝 价值很高 西方记录世界的珠宝 是建筑材料 人家那边建屋 都用那些东西来做建筑材料 就是太多了 贪心无了 所有一切物质受用 都是无尽 无量无变 一切物质 所以西方记录世界是真好 人生活在那边 真正叫轻松 无类罪 为什么呢 你衣服不用第二件 不用做很多衣服 放在那个地方 累死了 你想穿什么衣服 那件衣服就在身上 它就变化在身上 旧的就没了 你看这么多自在 旧的不用洗 不用找房子来储床 不用了 没有了 所以去到每个人家里面 那间屋干干净 一层不厌 什么都没有 空空曠曠的 客人来了 来一个人有一张椅 人走了椅子也没有了 好奇怪的 招待客人的时候 想用什么招待自然而言前 客人走了 走了就全都没有了 不用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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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世间 你看富贵人家 事后的人很多 西方结禄世界 阿弥陀佛一个工人都没有 所有一切通通是变化所作 随心所欲 那是什么呢 要记住 无有取舍分别 那种境界就现前了 最后一句是果报 唯受清静 罪上快乐 就和经常说的 唯有无量清静显乐 生活环境 大致上明白了 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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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明白 因果报应 你看到 极乐世界 还离不开 这个定律 佛法里头宣讲 万法皆控 因果不控 西方记录世界 依正庄严 仍然未能离开 因果定律 所以 世出世间 大圣大言 无话不重视 因果的 因果报就静 要知道在念头 念要清静 念要纯正 因正行就正 果报就正 因善 因善果就善 善因善果 是自圣的圣凳 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这些是本性里头 本来没有的 是网念里面 生的东西 它不是真的 法法里面 称之为造业 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就是造业 所变现出来的 古报 就是 十法界 就是 六道 就是 三图 这一点我们不知 不得 西方记录世界 既然 离取舍分别 那我们想想 我们现前 使不使离取舍分别 你如果来不到 你这一生念佛往生 就未必有把握 你如果能力 那你就非常有把握 真的能力 你想 你想何时走 就何时走 我们一般说 生死自在 想走就走 想住几年 亦无事 真正自己能做得到主 现在做不到主 就是你妄想分别执着 未放下 取舍分别放不下 到最后临终一念 临终最后一念 将取舍分别放下 可以 你往生了 前面我们读过 第十八言里面说 能命中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 那一念十念是什么 是真放下 就是那个念 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真心世界世出世法通通放下 你就绝对得胜 但是你要知道 平时不用功 希望临终有那种虚幸 敢不保险 从前李老师和我们说 他说 临终一念十念往生 要具备三个条件 他说你想想那三个条件 你将来临命中时能得到吗 第一个条件 是临终的时候 神智很清楚 一点都不迷惑 他说你细心看下 那个有病病重的人 临死的人 你看下他走的时候 头脑清不清楚 临命中时 走的时候 头脑更清楚 一万人之中 找不到一个 这种事情太虚幸了 我们能有把握吗 你一定不知道不行 第二 就算临命中时 头脑很清楚 一点都不迷惑 他要遇到善知识 善知识在那个时候提醒他 劝他念佛求生淨土 要圆这种圆 第三个条件 他听完之后 真能接受 一切放下 这样才能往生 我们想想这种事情 真不容易 真不难 直到真难 这件事情 现在就要做 不要等临命中时 那种是非常 凶行 真的一万人 只中一个成功的 都没有可能 那种几率都没有 所以祖师大德 劝我们 要趁身体更健康的时候 要认真努力学习 学习念佛不难 学习信愿也不难 真正难在哪里 难在放不下 这件事太难了 那个放不下就是自己严重的业障 障碍你这一生 不会往生 再看下面经文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若以生若荡神 解释绝于静定之序 决定静于阿努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句意思 这句意思 好心 首先要注意经常的经文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你要注意善字 然后就知道 这句话 是不是对我们说的 如果我们不是善男子善女人 那部经不是对我们说的 它是对善男子善女人说的 这个善有标准的 这个善有标准的 我们在讲迹里面 不知讲过多少次 还是要时时刻刻提醒 正宗法门的典籍里面 讲善的标准 指的就是正业三菩 官无量寿佛经上讲的 他有三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就是孝养父母 逢是师长 持心不杀 收十善业 我讲这个标准落实在十善业道经 换句话说 十善业道经 我们能依教奉行 这就是这里讲的善男子善女人 你要将十善业道做道 不是说那部经你会作 你会背 你会讲都无容 你要做道才行 你真正能做道 你真正孝顺父母 你真正逢是师长 真正培养你心口的善根 那就是持心不杀 准备将来受戒 你没有那种条件 你将来不受得戒 所以第二幅 是建立在第一幅的基础上 第一幅是仁天善 那个善男子善女人 那个善男子善女人 是仁天善男子善女人 念佛往生西方 希望记录世界 生凡、圣、圣、同居土 如果再提升一级 你能做到第二个善 第二句是授持三季 具足众戒不犯威夷 这种是二成善 声闻圆角善 你如果能继续 你如果能继续 你将来往生生方便有如土 那么大幅度提升了 我们现在又没有 我们现在连第一个善 我们都不继续 想认难了 真不容易 第二幅里面 授持三季 三季是郭靖靖 你看下 《壇经》里面 六祖大师 同一般人 传授三季 他诗词里面 是《归依觉》 《归依靖》 《归依靖》 他没有说 《归依法》《归依法》《归依正》 他说《归依觉靖靖》 然后加日解释 《法者觉也》 《争者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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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和我们解释的 我在初学佛的时候 老实说 我初学佛第一部读的经 就是《六祖壇经》 那个时候不可以说学佛 刚刚接触 我在朋友家 度假的时候 住在朋友家 他书房里面有一本 《六祖壇经》 先著丁福堡 还是《善贓本》 我喜欢善贓书 所以拿出来看 看到是《六祖大师法宝壇经》 我花了三日时间 从头到尾 将《经文》 注解都看过一次 看得很喜欢 到以后学佛的时候 佛门里面全寿三季 都是讲归依佛 归依法 归依正 《六祖》为何要这样说 我就有疑惑了 有疑惑 就想深入探讨 他为何要这样做 《六祖大师》 距离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大概是一千三百多年 将近一千四百年 所以我想 古大德全寿三季 都是讲归依佛 归依佛 归依佛 归依正 没有讲郭靖靖的 他为何这样说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能体会到 在那个时代 大概三季 有很多人就误解了 留于形式 没有实质 就好像我们现在 传授三季一样 只有形式没有实质 那么三季传了之后 有没有用呢? 无用 也不讲得完全没有用 用处是什么? 阿那耶式里头 所谓一力耳根 永为道种 你只是在阿那耶式里面 种一个三季的种子 那个三季 在你这一生种 不起作用 所以没有实质的用处 只有在阿那耶式里头 中三季一的种子 这一点我们要知道 如果现前 你起作用的话 那真是厉害了 真的是无量共得 为什么? 你如果具足三季 前面的十善业道 你圆满了 就好像三层楼一样 十善业道是第一层 三季是第二层 你上到第二层 当然有第一层 你上到第二层 当然有第一层 这是一定的道理 三季最重要 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 各而不迷 那就是归于佛 正而不邪 这是归于法 正而不掩 是归于证 起心动念 都同 各正正相应 绝对不躲在 绝对不躲在 迷邪染里面 那就是三宝弟子 十善丝 你来想想 十善业 十善是正 十善的反面是十恶 十恶是邪 是迷邪染 十善是各正正 很明显地摆在面前 这个基础 次界就容易了 所以具足 仲界不犯威夷 这个不犯威夷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 你都为社会大众做最好的榜样 昨天我们从古进回来 原本定的 我们从今天起 有四日聚会 然后再去印尼参学 想不到印尼政府 今天来了四位官员 邀请我 希望我参加他们十八日 举行的 高原文化中心 乐成典礼 那个中心 正在印尼有六个宗教 他们宗教 团结 联合在一起办公的一个活动场所 印尼政府见的 他们非常重视 宗教部长 很希望我能参加那次活动 那次活动是 十八日上午 所以今天来找我 我明天就要去 后日上午参加那个活动 老实说 非常稀有难得 他们的宗教能团结 新加坡 新加坡 起步做得给他们做 但是新加坡 那九个宗教 没有一个活动中心 想不到他们国家才做 很难得 所以是部长 很诚恳地来邀请 我今天答应他 这次由于印尼总统 臨时有事去访问伊朗 所以我在印尼会多住几日等他回来 我们也有个约会 在这几日之中 他们的宗教部 和我安排去访问各个宗教 这件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我们希望世界上 宗教团结 组群团结 真正化解冲突 促进世界和平 世出世间 无论什么事业 都是建立在安定和平的基础上 如果社会动乱 世界不和平 什么事业都建立不到 所以这件是一件好事 我去那边和他们大家聊一下 我们交换一些意见 这几年来 我们所做的一些经验 可以提供他们做参考 尤其是这次我从日本江山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 我有好心的感触 和平 落实在哪里 要落实在家里头 所谓家和万事兴 这个万事包括你的事业 包括社会 包括地区 包括世界 包括宇宙 你的家和 世界和平 宇宙和谐 你看看这种关系多大 家如果不和 家不和你就破坏宇宙和谐 罪名大了 破坏世界和平 谁有这种意识 谁知道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 所以令我们想到 佛在地藏经上讲 厌放提众生起心动念 无不是罪 真的 什么罪呢 破坏社会安定 破坏世界和平 那就是罪了 这种罪大极了 每个人都在这儿做 但是自己一点都不知 每个人都在这儿做 中国古佬宴语常讲 地狱门前 争道道 所以印光大师一生 不同人剃道 不受出家剃道弟子 为什么呢 你帮一个剃 就送一个去地狱 剃两个就送两个去地狱 他没有可能不去地狱 你说为什么呢 他破坏和合症 他破坏佛教形象 这个罪名就是阿比地狱 祖师不忍心啊 如果各位要问 可以见得 那我们就细心去思维观察 你出家剃道 你出家剃了头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你三归做到尾 不要说什么菩萨界 我们就问五界你做到尾 三归十界你做到尾 五界十界二十四门威移都做不到 你是不是破坏佛教形象 破坏佛教形象就是破和合症 是破坏佛教形象就是破坏佛教形象 破坏佛教形象就是破坏佛教形象 你每日起心动念都仍是迷邪染 都是自私自利 都是贪欠千万 那还得了吗? 日常生活中随意批评人 这种是最大的过失 无论你每日还经拜佛修的那小小福报 那小小善全从口渡流出去了 流失了 怎么会从口渡流失了? 随意批评人 讲是非 批评人 这种是最大的过失 人 人 不知道尊敬人 不知道赞叹人 不知道礼敬人 那你就日日在製造是非 就在製造冲突 世界冲突 怎能化解? Ras 你看现在 很多很多出家人 心量很小 不会包容 专门看人家毛病 看不到自己毛病 中国古人有句话讲得非常之好 越想越有道理 是什么话呢 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这句话讲得好 喜欢搏弄是非 那就是是非人 是非人就是在製造社会动乱 就是在破坏世界和平 你说怎得了呢 所以学佛要真学 不要搞假的 你真学你真有共得 真正增长福位 消除业障 你如果不是真学 你无自为 天天在增长业障 业力天天增长 你还能出得到六度轮回吗 那一步都是三途 所以经上那个善字 我们要特重视 上善善就是正顺三福 圆满做到 那相当不容易 上善头一个是发菩提心 他是什么人 发身菩提心一发就超越十法界 不单止超越六度 超越十法界 菩提心是震慎 发心住的菩萨 原教初住 别教初地 菩提心是什么 我们这几年来 讲得很简单 讲得很明白 菩提心是真诚心 清静心 平等心 正觉心 慈悲心 经论上都讲三心 我讲了五心 其实五心和三心是一个字 是真诚心是菩提心的体 后面四个是菩提心的起用 有体有用 清静平等正觉是自受用 经论上的名字 都叫做深深 这个深深不好懂 所以我们用那三个名词 那三个名词是无量寿经 经论上的经论上的 所以我们用那三个名词 对人对人是不慈悲 对自己很慈悲 深深 深深完全没有了 就是清静平等觉 完全没有了 清静平等觉就是觉正正 所以我们用那三个名词 所以三复最后一条四句 有自行有化他 头一个是发心 起心动念 绝对同清静平等觉相应 那你菩提心真发出来了 读众大圣 这种是自理 心信因果 这个心信不是讲普通的因果 这里是讲念佛善因 成佛是果 对这句话 心信不疑 心是佛心 愿是佛愿 行是佛行 言是佛言 哪有不成佛的道理的 所以这一生绝对成佛 在《还严经》里面 善才同志就为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 后面还有一句 劝进行者 这一句是导他 你看看这正业三方 十一句 前面十句都是自理 最后一句是尼他 这个意思很深 就是你自己未得到自理 你无办法尼他 为什么呢 我们也学会讲经说法 天天说给人听 人家怎样呢 人家不信 为什么不信 讲经的人自己未做到 所以人家听到都闹到 出去之后想想摇头 为什么呢 听的时候不错 出去为什么摇头 他又在骗我 他叫我做 他自己不做 所以没有人相信 为什么诸佛如来 那些大菩萨讲经 人家信他做到了 大家没有话说了 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 自古以来 世间行业 你们选择行业 做哪个行业好 跟你讲世出世间行业 做老师的行业最伟大 做老师的行业最伟大 就是从事教学 从事教学那种行业超然的 这一生未必有福 这一生未必有福 教书教了整世 穷富一世 但是后福无穷啊 你看下在中国孔子 孔子到最后 逼到无办法 回家去教学 只教了五年 回家去从事教学的时候 他老人家六十八岁了 他活到七十三岁 所以只有五年 你看下他死后 在全中国每个院士 都和他建一间孔庙 那还得了的 哪个皇帝能和他比 在中国人讲梦 从事哪种行业 就算做皇帝 也无办法和他比 你看下多少人尊敬他 从这个地方 你就能体会到 做教育的工作不得了 那种德太大了 孔子为什么有那种大德 他老人家教的全做到了 做到然后教人 人家相信 做不到和人说 人家不相信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动 所以你们年轻法师 发心 将来要讲经说法 先要从经教里头 所讲的通通做到 比如说 那种善男子善女人 你自己有没有善的标准 如果正业三幅一条都做不到 你讲经 当然人家不相信了 一定要自己做到 一定要自己做到 既然发心讲经 至少也要做到两条 受持三规 具足 中介 至少要做到两条 你才能感化众生 两条做不到不行的 两条做不到不行的 三条都做到 这才是个 蒙法标准的法师 你要三条都做到 这部经常说 若以生若当生 你中间少了个现在 往生的 讲了个已经往生的 这个是当来往生的 将来往生的 讲了过去 讲了未来 现在自然包括在里面 在里面 解释 解释住于静定之序 解释住于静定之序 这句话重要啊 这句话重要啊 我们也在想一下 我们现在有没有 住在静定之序 黄念祖居士在这段住宅里面说 他说这段经文是 《弥陀》第29 住正定罪愿 及第12 定成正觉愿之成就 他后面几句话说得好 此实为 《弥陀》全部本怀之重心 全部本怀的光耀 无量妙行之性果 自卑方便之极则 导生大愿之究竟 这几句话说得好 阿弥陀佛 为什么被释迦牟尼佛赞叹为 光宗极尊佛宗之王 你又不外乎这道所说的 经文里面 这个静定之罪 他说了三种 静定邪定不定 罪 是类罪 这三种说法 大小圣经论里面都有 古大德的解释很多 解释是因人 因事 因事 因事而异 就正是佛在大经上所谓的 佛无有定法可说 佛说法重要契基契尼 静定 黄老居士在住戒里面 就引了好多经论 令我们看到 古大德不同的说法 首先 他举小圣 驱舍论里面说 初果以上的圣者 叫正定罪 做五无间业者就叫邪定罪 其他叫不定罪 这种是小圣讲的 讲得很有道理 我们自己要细心思维反省 以小圣的标准 初果需途换 小圣称为圣者 已经入圣楼 叫入楼 叫入圣人之楼 他怎么入呢? 他将三界八十八品见或断尽 换句话说 我们一般凡夫 不单止思想错误 见解亦错误 见解是看法 思想是想法 我们对一切人是物 对整个宇宙 我们的想法看法完全错 自己不承认 自己总以为自己的想法看法是正确的 那危险极了 所以佛在经教里面教导我们 您在未正德阿罗汉之前 您不要相信自己的想法看法 正德阿罗汉 先叫正确 正确的意思就是你的想法看法没有错误 没有错误的标准是什么? 标准是绝对不会堕三角度 绝对不会堕六度 你不会堕在六度里头 阿罗汉超越六度轮回 由此可知 在六度里面那些众生就是你的想法看法错了 你先搞六度轮回 生生世世永远不会超越 就是你的思想见解错误 你现在还坚持你自己的思想见解是正确的 那就糟了 你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 这样很可怕的 谁知道? 只用佛之道 菩萨之道 我们现在明白是佛菩萨跟我们说的 我们这样才明白个例 明白个例怎么好? 绝对要将自己的想法看法放下 放下怎么做呢? 依靠佛境 我这句话说了几十年了 这句话说了几十年了 几十年了 这些是三藏经典对我们的好处 那些就是它的标准 我们的行为依律藏 依戒律就不会错 我们的思想见解依经论 同经论相应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想法看法是正确的 同经论相违背 这样就要提高警觉 我的想法看法错了 错了要放下 要依佛菩萨的教会就没错 因为我们现在未明心见性 明心见性这样就容易 这样就可以依自己的 未明心见性这样就依经论 经论所说就是自己的成特 佛菩萨从经论里头 流露出来的言语教会 是自性性德的流露 主佛菩萨和我们自己的成特 无意无别 所以我们自己虽然未明心见性 我们用佛菩萨的教会就等于明心见性 在这里面最重要的 对经论要有真正的信心 经论是我们自性 智慧得留上好之流露 不是别的事 信法无非就是信性德 信法无非就是信性德 这个是头一个难惯 不再执着身是我 我们六道凡夫 哪一个不执着身是我 不单止我们执着 欲界天执着 色界天亦执着 无色界天 经上讲得很详细 它无显色 它有无表色 它还是有识相 什么叫无表色 我们用现在科学里面讲的话 表色是物质 它的色不是物质 不是物质 我们就称它做无色 它的确有识 它的色不是物质 你如果说这个意思 我不太懂 其实 如果我们坐在这个地方 想一个人 你想他 他那个形象 是不是你很清楚 你自己清楚 你自己清楚 坐在你旁边的人 看不到 跟你说 那个色就是无表色 从这里 我们就能体会 确实确实是有 但是不单止 人家 看不到 自己眼也看不到 所以无色界天人 所以无色界天人 不是完全无色 诸佛菩萨能看到 我们六道里面 我们六道里面凡夫看不到 所以他还是有执着 还未放下 因此他出不到三界六道 就这个道理 什么时候真正过不过来呢 这个身是我所有 不是我 那见解就正确了 身是我所有的 好像依附一样 写身受身 一点痛苦都没有 我们的衣服骚髒了 好欢喜快点 随低换个身的 哪有什么痛苦 你看人的生死多痛苦 这是难分难舍 不知那件衣服不是自己 不以为将衣服当作自己 衣服除了就无命了 这样还得了 所以世间人迷惑 就好像这样 所以般若经上说 凡所有上皆是虚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抛影 你能作如是观 你的见解就正确 就没有错误了 所以虽途换 见解正确 但是思想还有问题 所以他出不了六道轮回 虽然出不了六道轮回 佛在经上说 他绝对不堕三恶道 由此可知 堕三恶道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我们想不堕三恶道 我们想不堕三恶道 我们一定要将见解转过来 正见了 然后再进一步 就是正思维 正见不堕三恶道 正思维不堕六道轮回 超越六道 正思维 这四个罗汉超越六道轮回 所以他说 小胜初果以上 先正定罪 他的标准是不堕三恶道 什么是邪定罪呢 做五亿十恶罪业的人 就是邪定罪 为什么呢 绝对堕三恶道 其他可上可下 所以叫不定罪 大乘之众 大乙道论里面所说的 正定罪是必入涅槃 他的标准是大波涅槃 波涅槃 是菩萨所证究竟的果位 佛果 入玻璃盘就成佛了 绝对成佛 这叫正定罪 必定堕恶道 这个恶道是指三恶道 绝对堕恶道 这叫邪定罪 其他叫不定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着重这个定 着重在这个字 定是坚固的执着 现在世间有一种人 不相信因果 不相信有轮回 他执着 人只有一世 你喜欢做什么 你尽管做 绝对没有来世 绝对没有轮回 这种叫邪定罪 换句话说 他的前途绝对在三恶道 因果轮回 绝对不是说 信就有 不信就没有 没有这样的事 你信他 他有 你不信他 他还是有 这种不是你信不信的事 宇宙之间 有那些时常 那些现象从哪里来的 佛讲得很好 是从你妄想分别执着里头 变现出来的 为色所变 色就是妄想分别执着 是这些东西变现出来的 静定 就是你心安住在静理 安住在诸法实上 宇宙之间 那些真实的现象 你通达 你明白 你相信你肯定 所以 你能断恶修善 这里面 范围好讲好大 大圣教里面讲的标准 一定是 入波涅盘 入波涅盘 叫静定 那我们就知道 收一切法里面 收哪一种法 能静大波涅盘 一定是 一定是大圣 小圣只能 静到 安住 安住 成不了 菩萨 成不了 佛 所以 小圣在 大圣里面 就属于 不定罪 他不是 邪定 他是 不定罪 大圣 大圣 才是 静定 在大圣里面 又有 很多 说法 有些说 十信之前 是邪定罪 十信之前 当然 是说信佛的人 不信佛 那就不用说了 不学佛的 不说了 怎么叫十信之前 信了佛 你还未正到初信位 这就是十信之前 我们知道 原教的初信位 等于衰途还 也是 断三界 八十八品 建画 你才证到初信位 你证不到初信位 经论上 这种是邪定罪 这句话 说得没错 就是说 你修行 不如你 不如法 你对佛菩萨的教义 未能真正理解 什么叫做正定罪 正定罪 他说得豪华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这些是正定罪 而十信位 十信位 叫不定罪 这样讲得 亦有道理 十信菩萨 他 进进退退 所以他不定 到十住就定了 十住是见性 明心见性 这种说法 说得豪华 我们能体会到 这个意思 其他很多说法 各位同学 可以自己做参考 总而言之 正定罪 绝对成法 也是 世尊 在入灭之前 教我们 四依法里面的一条 依了二 不依不了二 了二就是正定罪 不了二就是不定罪 邪定罪 话说得不一样 意思是相同的 在我们这个末法时期 好像我们这样的根性 什么是正定罪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的 一心念佛 求生静土 信愿行 永远不退 信愿行 永远不受外面干扰 你的心是定的 你就入正定罪 为什么呢 你这一生绝对往生 往生的人一生 绝对成佛 那就是正定罪 所以真正法心念佛 佛往生的人 诸佛护念 农天善神保佑 人不知道你 鬼神知道 为什么呢 你那个心一法 我常说 亦是经上说的 景随心转 心一法 你的相就变了 变成佛上 你的身体体质亦变成佛身 那个相同身都放降 我们中国人不讲光 讲气 念气功的讲体气 外国人讲瓷场 佛法叫光 我们一般人见不到 佛菩萨见到 鬼神见到 所以心一法就变了 你如果一退心 退心就无了 你的光就无了 你心如果动摇 你的光大势亦变了 颜色亦变了 永远不变 不退 就叫静定罪 所以 静中经论里头所说的 你看下 若已生 现在生的 将来应该生的 解释 解释住于 静定之罪 通通是住静定罪 所以 所以 收静土的人 不问大乘小乘 也不问 你修行的功夫 等次 或者是 功夫成片的 事一心不乱的 你一心不乱的 都可以 不用问 只要有 坚定的信愿 感比什么都重要 欧益大师 在要解里面 同我们说 能不能往生 决定在 信愿 之有无 你是否真信 你是否真想去西方记录世界 善道大师教我们 这个范门一切 要从真实心中作 只要你是真实心 你就绝对有成就 不要有丝毫虚假 什么叫虚假 参习绝 习念在里头 你的心不顺 夹习 夹习是收静土 严重的伤害 不单止世法 不要夹习 佛法 也不要夹习 你们大家听我说 华盐经 我每日同大家 讲四个钟头 我同各位讲 讲之前 我不知 我没看过那部经 讲了之后 也不知 我也不知 我讲些什么 我只一心念 阿弥陀佛 求生静土 怎么讲出来的 真的是不知 现在有录影 有时录影我自己听下 讲得还不错 所以 讲经 这种事情 真的叫一门深入 绝对不要夹习 你入了那种境界之后 这样很重要 不用准备了 准备的 只是看下最重要的 经里面的生字 一定不要读错 这样没办法 一定要去查字典 另外一个就是 经的段落 将它勾起来 我准备 只准备这两样东西 生字要查字典 段落勾出来就可以了 绝对要转身 如果你们找我讲华言 我将功夫精力都用在华言 经文住所上去 这个念佛就要打限差了 这样就有伤害 这个道理要懂 如果不入那种境界 讲其他经论 对我念佛功夫 还有妨碍 宁可不讲 这样重要 为什么 生到西方记录世界之后 成了法 成了菩萨 度假慈行 再来讲不迟 何必急着 现在讲 现在讲 将自己念佛功夫 破坏了 这一生不会往生 这样伤害就太大太大 没有办法彌補 所以 利害得身 不知不得 现在讲到的是 正定罪 黄念祖老居士 引用古大德说 我们这个世间 一切善恶 凡夫 成佛愿力 生彼国者 处不退顾 事明静定 恶人往生 往生转里头 不少 古灯 古灯 引用最多的 张善和 张善和 这些故事 很多人都知道 他是土户 一生 一生 拖牛为业 那种行业不好 一日拖牛 这一生 不知道拖多少只 林明宗时 他见到很多 牛头人 来问他 肚命 他大叫 看到很多牛头人 来说命 所以 这就是 你老师说的 他运气好 他临走的时候 神智清楚 他不迷惑 正在大叫的时候 见到牛头人 拿命 刚好有个出家人 从他门口走过 你看 他就被他听到 听到那个出家人 快点进去 点了把香 叫他拿着 说快点念阿弥陀佛 求生正土 他就照做 他就真的念阿弥陀佛 念了几声之后 跟大家说牛头人 没有了 阿弥陀佛来占我了 那就是 林中一念 十念 王神 他条件好 真正是 千万人自重难得有这样的一个 恶人往生 临终地狱上现前 那些牛头人出现地狱上现前 他能遇到前自食 又能听话 绝对没有怀疑 没有问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问 马上就跟着念 那一念 那一念就将阿弥陀佛念来 那就是成佛愿力 往生正土了 这一生到西方的记录世界 《愿正三不退》 我们要记住 《愿正三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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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地位 《愿教七地以上》 才可以讲《愿正三不退》 《愿是圆满》 由此可知 三言慧的菩萨十注十行十回向 从一地到七地 正三不退不可加圆 他须正三不退 他不圆满 要到七地菩萨 才可以勉强说他正得圆满 这样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生到极乐世界 就算做极重罪业的人 只要他能得胜 他就是圆正三不退 经常是这样说的 四十八愿亦是这样说的 皆作阿维悦志菩萨 阿维悦志菩萨就是圆正三不退 所以感重得了 这种殊性的利益 千经万论里头都找不到 我们捏上得人身 能遇到佛法 稀有难逢 前称 彭祭清居士 那个人也是成愿再来的 前称彭祭清居士 那个人也是成愿再来的 以居士身 以居士身 来度化众生 他说 无量寿敬 即是忠本华严 这句话是他说的 从前 黄念老说 彭祭清 用现在的话来说 是高干子弟 他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 兵部尚书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 他很年轻 考重进士 他一生没有造冠 学佛 一生学佛 佛法里面成就了 无量寿敬 就是忠本华严 所以 年慈大师 注解《阿弥陀经》 《弥陀经授钞》是年慈大师著作的 《弥陀经授钞》里面全是《华言教义》 《弥陀经》好像不难懂 疏抄就不容易懂 所以 静重《三经》一论 如果真正通达明了 化言真的有帮助 发心 讲《无量寿敬》 讲《观无量寿佛经》 《阿弥陀经》 最好能将《华言经》 塑造多读几次 为什么呢 你就会讲 它是大本《无量寿敬》 换句话说 《华言经》是《无量寿经》的注解 是《无量寿经》的细说 多看几次 对这部经典里面所讲的医症妆严 你就真正有体会 我们收这个饭门的人 要看自己有没有时间 如果有时间 不多忙 读下《华言经》塑造 对这个有帮助 对正宗经论的深入理解会有帮助 好 现在我们就讲到这里 你好 顺目 任善判 很有病 对 station 有终力 应该 非 是 怎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